中文字幕——YK 生命重生是我的使命 人们说我是遇险者的光 而我却觉得 是他们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是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搜救机长宋宁 飞行12年 我安全飞行3180小时 执行救援任务283起 我和我的同事们 一起从死神手中抢回223条生命 宋室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救援 宋宁还是难以忘记2016年12月27日下午的救援任务 这是飞行12年里 他经历过最难的一次救援 终于飞收到 有一艘湿火渔船请求救助 在我们高洞机场东偏南 90海里左右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有一艘着火渔船 当时船上有10个人员被困 希望我们去把它们转移出来 飞机刚出发10分钟 意外就发生了 预险船只实际位置和之前抱上来的 相差了将近30海里 因为我们的油量算法一定是有一个来回的 你更远了 那就意味着我们会在现场停留的时间会缩短 也就是需要我们更快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40分钟后 救援人员在海上发现了湿火渔船 不过船上却看不见一个人 宋银只好再次降低飞行高度 围着湿火船只转圈 这时船上的遇险者才从船前舱跑出 他们可能是半夜发生的 或者是在睡觉的时候发生的火情 所以并没有来得及穿上衣服什么的 直接就跑到甲板上 但后来看风浪很大 躲在船舱里面预寒 一般来说 直升机进行调运的距离是20米内 不过此时船只已经失去动力 随着七八米高的海浪飘荡 火势也越来越大 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为了保证直升机安全 宋银决定把悬停高度提升至40米 在这个高度去悬停以后 你可以想象 钢缆放出去这么多 一个人掉在上面 下面摆幅是相当大的 救生员杨鹏城伴随着摇曳的海风被放下 为了方便脚车手观察情况收放绳索 往往救援时机长会把最好的角度让给脚车手 所以宋银几乎看不到海面掉运点的情况 如何操纵飞机 全凭经验和脚车手给出指令 在天上的一个一到两米的前进或者向后 这种左右摇摆的话 可能对于底下的救生员可能晃了会有十来米 所以机长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就在杨鹏城准备靠船的时候 远处打来了一个大浪 船只迅速摇晃 眼看着杨鹏城就要碰到障碍物 唐琳赶紧收绳 宋银也赶紧跟着唐琳的口令 操纵直升机向后撤离 避免了救生员的危险 唐琳会说我先收绳 有点静了我先收绳 但是他不会说机长你怎么操作的 这个就是配合嘛 从训练中培养出来的默契 杨鹏城顺利下到预险船只 二十分钟左右时间 八位云林被成功转移到直升机上 此时第一架直升机的剩余油量和载重 都到了极限 第二架增原直升机也到了现场 宋银要再次做出决定 自己机组的救生员要不要一起带回 如果我们第二架飞机去 它重新去建立这种调运的 这么一个程序的话 这个过程应该是很复杂 因为这个时候风在增加 浪也在增高的 而且温度也在降低 所以说每增加一分钟 增加一秒钟 风险都在增加 所以把它留在船上 然后配合下一个机组 继续进行调运是最好的方式 很快 杨鹏城把最后两位遇险船员就上直升机 自己最后一个离开失火船只 16点15分 所有被救者安全抵达上海高东机场 宋银和同事们又一次高标准完成了救援任务 如今的宋银因为中国第一代女搜救机长的光环 时常被关注 但她知道 所谓高光时刻的背后 其实是这些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学习 是普通的人在坚持梦想 她希望大家记住的是 她是救援机长 而不是女机长 不会因为你是女性 飞行标准降低 面对的挑战也是一样的 不可能因为今天是女机长值班 任务就不会太难 不会 坚持运动是宋银保持青春和积极人生态度的法宝 阳光帅气的她继续书写着人生中最炫酷的崇高使命 一个个像她一样的东海神鹰 也在继续与时间赛逃 以敬畏生命为名 一次次出发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贡献他们的力量 高峰拐三五六准备好起飞 高峰拐三五六准备好起飞 高峰拐三五六准备好起飞